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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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久久为功 顺其自然 更好构建核湖健康平衡生态系统 四要持之以恒管控水岸线 突出装好核湖流域治理 严控促勤饲养上线 减量使用化肥 城乡生活污水要集中处理 实现达标排放 有条件地区先进蓄水池 再进湿地 最后进河湖 五要持之以恒推进水工程 聚焦吉林万里绿水长廊 大水网等重大项目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六要持之以恒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食各级河湖长第一责任人职责 加强投入保障 严格督查考核 强化宣传引导 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 合乎保护的良好氛围 景俊海强调 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强化极限思维 底线思维 系统思维 严密布防 严防死守 严阵以待 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 要密切监测跟踪天气过程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要扎实做好江河堤防除险 加快冰险水库等渡训工程整改进度 强化城市内涝积水点排查整治 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出现险情 第一时间转移群众 要背其强险救灾和防疫物资器材 整合救援力量 严格值班值守 确保有备无患 韩骏强调 要坚持发挥河湖掌制的整体效能 落实好河湖掌 河湖警长 检察长 法医院长 司长协作机制 提升河湖掌制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 法治化 智慧化水平 要坚持统舟推进水资源 水生态 水污染 水环境 水暗线综合治理 谨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省级督察发现的涉水问题 明确整改实现 按时消耗 扎实开展美丽河湖创建 努力打造河畅 水清 暗绿 景美的河湖新风貌 要坚持把万里绿水长廊建设成为生态强省的标志性 引领性工程 加强项目谋划 拓宽资金来源 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要坚持始终保持河湖监管的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侵占河道 非法采杀等各类涉合湖生态环境违法犯罪 保持治水管水的良好秩序 刘伟 范瑞平 吴敬平 胡家福 田锦臣 张志军 阿东 刘金波 韩福春 王子莲 安贵武 省职有关部门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每可口市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6月7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省人社厅 就就业和人才工作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就业优先 落实人才强省战略 千方百计稳住就业 推动人才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每年提供用工服务十万余人次 服务客户一千余家 韩俊详细了解企业运行情况 他强调 今年做好稳就业工作任务艰巨 要守住不发生区域性规模失业的底线 精准实测 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阵务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要聚焦我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 做戏做经服务外包 人才派遣 人才招聘 人才咨询等多元化服务 服务帮助大学生 蓝领工人等顺利实现就业 满足企业用工需要 在吉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韩俊认真了解高校毕业生综合服务情况 他指出 要深入推进高校毕业生留级工程 加强服务载体和窗口建设 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各项政策 做好政策解读和就业指导 精准有效 做好大学生就业服务 随后韩俊与现场毕业生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他们的就业创业意向 鼓励他们安心留级 积极反级就业创业 实现人生价值 他要求有关方面发挥好创业孵化剂作用 对有一项创业的大学毕业生 给予创业辅导服务和政策支持 在中国长春人力资源产业园 韩俊先后走访 北方人力资源投资集团 华企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瑞士方达人才科技集团 吉林省分公司 仔细了解企业业务情况 他强调 要坚持产教融合 打造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开发优质就业岗倍 推动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 在省人社厅 韩俊走进就业促进处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省就业服务局 了解就业服务和人才政策落实情况 并检查智慧人社 96885集人在线平台建设情况 他强调 要坚持把稳就业保就业 摆在重要位置 量化目标 分解任务 深入实施人才强盛战略 树立大人才观 持续优化 育才 隐才 留才 用才的 良好人才工作生态 完善人才政策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 激发人才活力 让人才成为吉林振兴发展 最重要的支撑 要用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 打破数据壁垒 以数字技术赋能就业和人才工作 要高度重视网络电商 快递物流等新产业 新业态 就业吸纳作用 完善灵活就业政策 培育就业新增长点 要强化就业困难人群帮扶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兜劳民生底线 吴敬平 安贵武参加调研 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 东风县以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聚焦友中生心 坐墙存量 盯紧项目建设不放松 着力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全面提升 眼下在东风国际梅花路产业 创投员项目建设现场 各类工程车在工地上往来穿梭 工人们加班加点进行施工作业 东风国际梅花路产业创投员项目 是东风县推进梅花路123产 融合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 投资23亿元 目前一期两栋标准化厂房 主体工程已完工 正在进行室内外装饰装修作业 预计今年7月末可竣工投入使用 我们就是提前做好 劳动力进场计划和物料保障计划 然后按期时久定期回房 今年来东风县全面抓好产业项目招引 重点项目落地 大力实施精准招商 乙商招商 引进了一批支撑型补链型投资项目 构建了钢铁加冶金建材 梅花路加医药健康 实用菌加农特产品加工 包装加轻工纺织 新能源加汽车零部件等五大产业格局 在抓工业和项目建设的同时 还在现代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上 做好突破文章 五年来东风县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已达86.2万亩 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60.5万亩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3%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第三批 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线 此外东风县还建设了 养路观山远 皇家路院博物馆等经典 打造精品旅游路线 杜鹃花谷 森林山庄 纳入周游吉林精品线路 四平村 一面山村 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通过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东风县吸引力 急剧度明显增强 我们将仅仅抓入项目建设黄金期 倒排工期挂足作战 确保全线85个重点项目 在7月份全部开复工建设 不断增强现役经济发展能力 落实吉林省稳定经济增长 43项举措要求 吉林市以创新打造发展优势 通过政策精准低贯 健全主体培育体系 让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脱颜而出 成为了行业内的单项冠军和配套专家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能 我是在振兴发展中 着力下好创新这部棋 以系列举措和实际政策 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的发展新路 吉林省维尔特隧道装备有限公司 是国内首家为客户提供 隧道绝进机与顿购机 刀具制造和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主营产品隧道绝进机 新型高性能盘形滚刀 正在加紧生产 通过多年的科技研发 公司获得国家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14件 发明专利9件 主持制定全断面隧道绝进机用刮刀 等三项国家行业标准 已于2018年12月公布实施 2019年又牵头主持了 全断面隧道绝进机用盘形滚刀刀圈 等两项行业标准 现已立下 这五项行业标准填补了 国内隧道绝进机刀具标准的空白 科技创新对我们企业来讲 让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大幅度地提升了 我们的产品 可以说是行业内的全头产品 它有着同等的条件下 具有更高的性能的优势 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的灵魂 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极研发 制造 营销 贸易 为一体的彩色隐形眼镜生产基地 公司开展的隐形眼镜 新型硅材料产品研发工作 目前已经进入配方调整 成品的检测确认阶段 科技创新对我们企业来说 也是更有力地抓住市场的机遇 在行业当中 我们更具影响力和领先能力 十四五期间 吉林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模工业比重 力争达到百分之三十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分别发展到六百个和一百五十个 省级以上双创平台 将发展到一百五十个 白山市千方百计 扩内需增量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六月七号 白山市浑江区 十六个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 总投资达三十五亿元 本次签约的项目 涵盖水利水电 航天生物 肉牛养殖 碳开发管理等领域 其中握金黑牛高档养殖基地项目 投资五亿元 年养殖握金黑牛六千五百头 项目建成投产后 每年可实现产值约两亿元 白山市浑江区 以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为主线 以建设五大产业园区 培育五大主导产业 搭建五大平台为重点 立足园区集群招商 形成极具效应 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实行领导包保 做到全过程服务 推动项目 早日建成竞工 投产 达校 白城市在服务企业乐活动中 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全力帮助市场主体减轻负担 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 为企业持续发展 注入新活力 安费诺基士达电子系统 白城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 配件制造及销售 本轮疫情期间 用功成了企业最大的难题 这时 白城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送来一场及时雨 每名参保职工 500元标准的 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帮企业留了人 也稳了心 我们共获得了 30多万元的留房培训补助 那么这部分补助 对于我们进一步 做好员工培训 在企业相对低产期 和员工共度难关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截止到目前 为641户企业 发放失业门港返还资金 703万元 为符合条件的 144户中小微企业 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245万元 让企业充分享受到 政府带来的红利 按照分级走访 条块结合 全面覆盖 精准到户的原则 白城市组织多个部门 深入企业 了解当前生产运行 要素保障 产能恢复等情况 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 白城广达气贸有限公司 是一家经营农业机械 及配件农用运输车的公司 受疫情影响 公司资金紧张运行受阻 白城市金融办得知情况后 成立工作专班 为企业制定了新的贷款方案 稳定企业的银行信用 预计为我们企业 节省过桥资金30亿万元 通过调整利率政策 减费让利约80亿万元 为我们企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服务企业月期间 白城市专门制定了 为中小企业纾困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 在担保增信 减税降费 金融服务 扩大市场需求等八个方面 稳定企业经济运行 保企业 就是保增长 保密生 保稳定 我们要以辞职活动 为切记 终结好的经验和做法 建立服务企业 长销机制 来自省乡村振兴局的消息 继去年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 12个专项工作方案 和10条推进举措后 今年 我省创新升级 乡村建设行动2.0版 重点突出高位统筹 突出村庄规划引领 突出行业推进 突出武化实施 突出机制建立和示范引领 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和乡村全面振兴 据了解 2021年以来 吉林省在乡村建设行动上 已完成投资70亿元 在村庄规划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公共服务 农村人均环境整治提升上 实现了新的突破 创建一居一夜 已有美丽乡村示范村 1022个 打造美丽庭院 干净人家20万户 12个县市 成为全国四号农村公路示范县 7个县市 跻身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行列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3% 居全国第五位 编制全国首个地方性农村互用 卫生焊测建设技术规范 完成农村厕所改造 16万户 近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正式发布了吉林省2021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报报告显示 2021年我省生态环境重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2021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良好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值为68.62 生态环境状况稳定在良好级别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全省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在89.9%到98.1%之间 全省平均为94.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3%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全省空气中6项污染物年均浓度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水环境质量得到巩固改善 全省111个国控地表水断面考核评价 1至3类优良水体比例为76.6% 85个优于国家考核目标2.3个百分点 列五类水体比例为2.7% 低于国家考核目标4.5个百分点 我们将聚焦工作目标任务 坚持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 持续增强水资源保障 逐步恢复水生态健康 有效防范水环境风险 不断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 逐步实践有河有水 有鱼有草 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以高水平的水环境保护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日前2022年吉林省水生生物增值放流 即辅宗县首届长白山云放鱼大型工艺活动启动 向投到松花江投放鱼苗66万位 活动在全省首次采用了云放鱼的方式 社会各界可通过捐款购置鱼苗的方式参与 由监管方统一育苗管理 统一定点放流 自6月1号起 我省正式进入汛期 目前全省江河水势平稳 无超景河流 为做好汛期防御工作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省应急管理厅提示 本周多雷雨天气 部分地方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 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气象灾害 同时降水导致路面湿滑 积水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 6月2号中国117集团 进出口公司的16台自卸卡车 驶入浑春综合保税区 进入保税仓库后 将在一周内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 从浑春口岸出口 通关效率快 便捷 保证了我们通关的时效 接下来计划就是陆续还要增加出口量 整车出口达到1000台左右 利用中保区良好的物流通道 及增测功能 优势 围绕保税物流 保税加工 和保税服务功能 机械开展连煤件出口 7次研发 组装加工等业务 今年以来 浑春综合保税区不断开拓业务范围 为企业提供入区及退税等 各项优惠政策和贴心服务 累计出口重型卡车 自卸卡车等各类车辆244辆 贸易额达1.07亿元 日前总投资23亿元的 上海深龙煤河口汽车制造建设项目 即梅河新区汽车产业元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一期建设年产能8000辆新能源物流车 和专用改装车生产线及相关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计划今年11月完成厂房封顶 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布局新能源 相识物流车 冷藏与保温车及相关零部件生产 与省内现有汽车产业形成差异化产品布局 随着中小学生陆续复刻 如何做好在学校的防护 我们来听一听疾控部门的建议 中小学校应做好口罩 洗手液 消毒剂 非接触式测温的设备等防疫物资储备 制定应急工作预案 完善疫情防控联合工作机制 建立教职攻击学生健康监测制度 教职员工和服务人员的疫苗接种 做到应接进阶 接种疫苗后 仍需注意个人防护 在学校入口处 对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体温检测 对来访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核验健康码并进行登记 正常者方可进入 加强教室 宿舍 体育运动场所 和图书馆等重点区域通风换气 增加对教室 宿舍 食堂 公共活动区等 场所地面和水龙头 灯开关 门把手 楼梯扶手 健身器材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 清洁消毒频次 校园垃圾 日产日清 并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消毒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6月7号 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三例 均在沿边州 6月7号 0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一例 在沿边州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五例 其中白山是三例 长春是一例 沿边州一例 昨晚在2022赛季中超联赛 第二轮海口赛区的一场较量中 长春亚太与浙江绿城0比0战争平手 本场比赛 双方都想利用联赛初期的冲劲战胜对方 长春亚太队的埃里克 曾在反击中打尽一球 可惜被判越位在先 6月12号 长春亚太将迎战大连人队 节目最后共同走进化电市南楼山景区 欣赏如诗如画的夏日美景 遥望群山沐云流 齐风险秀 看南楼 画点市南楼山景区 总面积4112公顷 主峰南楼山海拔1405米 因其位于群山之上 形似楼状而得名 整个景区山势绵延起伏 风鸾叠翠 以其实怪树 红叶 冰铺而闻名 红叶长廊 窝龙潭等十余处景点 点缀在群山之中 齐尾瑰丽 风光无限 今天的吉林新闻联播播出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微信和吉时通客户端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